好 不過寒流不止呢 是在這一個影集當中展露頭角 在音樂同樣也是喔 就帶您來看到2021年的全美音樂獎了 走過一期的音埋呢 是在美西時間21號呢 是在洛杉磯熱鬧的登場 而今年最大的贏家呢 應該就是南韓的防彈少年團了 他們一舉呢 奪下了三個大獎啊 不但呢 是連續三年 被選為最受歡迎組合 甚至呢 是拿下了最高殊榮年度藝人獎 他們呢 是史上第一個 拿到這項大獎的亞洲組合 然而呢 不僅呢 是在頒獎典禮強盡風頭啊 這一次的表演也非常精彩喔 因為呢 他們跟英國搖滾天團COPLAY 一起在現場做演出 讓全場的氣氛害到最高點 空玩樂團和BTS兩大天團首度同臺現場演出 將典禮氣氛炒到最高點 2017年才第一次站上全美音樂獎舞台的 防彈少年團 今年成了典禮最大贏家 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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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S共摘下三大獎項 包括最受歡迎組合 最受歡迎流行歌曲 以及最高殊榮 年度藝人獎 是首位奪下這項大獎的亞洲藝人 而嗆樂 饒舌女王卡蒂比擔任本屆主持人 也順便帶回最受歡迎嘻哈歌曲獎項 過去橫掃多年全美音樂獎的天后泰勒斯 雖然不客出席 也獲得最受歡迎流行女歌手 和最受歡迎流行專輯 而十八歲歌手奧地維亞則是勇奪年度新人獎 原本是泰勒斯狂奮的她 從追星少女成為歌壇最強新人 讓人看見流行樂壇 新世代的崛起 華視新聞劉母編譯